国家领导人说 香港是可以继续参与国际性的比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何先生说 黄马那场歌是一个经典来的 六条烟来香港 震惊我们沙士的时候 整个香港的经济情况 结束之后就完全恢复正常 经济开始继续发展 直到2009年 其实在2009年这场歌之前 就是后来的放映计划的前身 因为2007年 我们现在的主席 梁孔德先生的太太 梁柳和芬在立法会里面 是问政府究竟怎样去对待我们香港足球 香港足球不是一定要是政府怎样支持的 是给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参与这个共有志的运动 使得年轻人多些机会参与 所以刚才说18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有机会参与 更加刚刚在2009年做过一个顾问的报告 出台之前就出现了我们转奇一刻 2009年的东亚运动会拿金牌 没有试过四个电视台同时间直播 每个人吃饭都是在看电视台 每个人都不试试去看这场球 结果是四十二买我们赢了日本 是拿金牌的 我们当时高官要去做班长 每个人都想到足球没有机会 所以没有人去班长足球 现在我们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庄 当时是务工处署长 务工局局长 他说我去吧 因为他喜欢足球 他在北区专研的时候 已经参与我们的足球活动了 其实是一个很有心的一个现在的长官 他当时的班长结果是最威慕的 这个金牌最重的 所以那个口号叫转奇一刻就是足球 不是碧球不是单车不是其他 是足球一个转奇一刻 因为没有想到我们拿到金牌 结果我们可以赢了朝鲜赢了日本 是拿到金牌 这个就加强了 在立法会那些议员不敢这么多反对声音 说要支持足球 结果就是成立了地区足球的队伍 发展清线中心的梯队 然后成立了协谍小组 是一个三年计划 富翁计划 富翁计划 里面也有一个系列的重点 是如何发展香港足球 三年之后 不会这么快就会在 哪个游戏可以在三年之下 立即见到这个赤叉 所以政府再加强 另外五年 加上霸会 也加上进来 是负责青年那方面 而政府也负责代表队的情况 我觉得是大家分工 希望能够将我们的香港足球 能够再踏上去 我们过往的光辉 这间的足球中心 也是今年年底 也会落成的 年初就开始设计楼 里面是有六个足球场 三个人造草 三个真草 给香港代表队青年球员 是培训 希望能够给予多些机会 我们能够做回我们以前 香港体育困体的功能 是我们以色彭以待的 国际化方面 会长富翁计划 曾经过去期房亚 出业重点的委员 是帮助我们有很多声音 在这里协助 在床变方面 陈谭生曾经在世界高校做床叛 小弟 现在都作为各个足球的技术小组 在世界赛里面 都是跟一些高水平的专家 去了解一下 究竟现在足球的趋势 在其他陈谭明 整个方向法 中文有些是亚洲足球的裁判导师 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比赛监督 好像朱总陈卓之 刘卓之 阿弹 阿聪 阿聪 都是那些监督 我们现在开始去到国际化 希望我们在这方面 在亚洲足球方面 能够更多的了解 使用我们香港足球 能够再理会一些人 中国的发展 现在我们两个共督 就是资金投入下去 因为觉得习近平主席 是很喜爱的 其实我们了解 不仅是习近平主席 是喜欢足球 其实我们年轻人的体质 比日本难还差 足球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使用每个人参与 希望那些小孩 每个人有机会 球场做好 比在家里打机 现在是很困难的 一阶子的政策 所以说 国路里面 年轻人的体质 是差的 如果是十年二十年之后 我们将来的领导者 身体这么情况差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就说 借助他们 在足球方面 去做这样的活动 现在是全民参与的 所以全民会 都改了 不仅是三个金牌 正式的 就是一个金牌 但是五人足球 也有金牌 用三人足球 也有金牌 希望社区的足球 多些参与 国内都可以慢慢改变 整个情况 其实 现在香港 我们有很多机会 跟他们交往 现在在每个地方 都要搞足球 但是上面的企业 投入真的 很厉害 一对球队 说几个亿 的情况 所以我们没有 可以比较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搞那些 不是真的想搞足球的人 他们想搞经济 所以他们要考虑 在这个培训方面 是重要的 所以现在 中国也希望 能够在学校足球 和青年足球 里面发展 不可能 广东省 只有一段球队 去打传媒 二十几个球员 整个广东省 不可能 九千多万 一亿的人口 应该是 很多人 参与的活动 才对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 要慢慢改革 未来的展望 我们香港足球未来是怎样的呢 我们是否有待 经济的情况 但是现在经济 不是什么大 有没有有兴趣人事 怎样搞得 比较 那些球队 职业化一些呢 我们的 港超年 的发展是怎样的情况 现在都有主客 但是 是否可以再次发展呢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 香港代表队的未来 香港代表队 是否我们要规范很多的外界球员呢 或是我们自己培训多些的年轻球员呢 这是一个 很好的话题 年轻球员的培养 十八区已经有 整个支持 马会整个支持 十八区的情况 所以 我们是否可以集中 培训多些 自己本身的年轻球员上去 为香港出来 设施的建立 就是 地方的设施 使用的情况 中文路的足球中心 是否可以协助到 培发一支精英的精进呢 这样 提高 市民对香港足球的支持 即是 正面多些的 那么 刚刚开这个球员 这套劫子 这套劫子 对东方 四千多人 是不错的了 又慢慢开始 有几千人 在博客场 坐得有九成的人 也有好的气氛 希望能够继续做好些 球员的发展 是吧 就是一个牌照 即是说 亚洲主要定了一个 一系列的 情景 你达到那个情况 才能参加亚洲去赛事 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跟国家足球的关联 如何的情况 我觉得现在 它的硬件很好 但它软件还是需要区分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在是国内就缺乏了这个 即是不可以一步登天 是需要时间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今晚跟大家分享 在这样的情况 好吗 谢谢 谢谢 有没有提问呢 有没有哪位来宾有兴趣 问这个关于足球 各教练可以随时报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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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我是夏佳仁 李慧堂故居的人 我想请问 李慧堂的后代去哪里 你刚才提到他儿子 他儿子也提足球 他有两个公子 一个是李玉德 一个是李秉德 还有没有联络 没有啊 没有啊 曾经在两年前 因为国内的足球改革方案 很蓬勃 国内里面有些电影的工作者 想去联络 但是好像是他们的家里 是有联络 但是他们不想再去 去想起过去的情况 所以我们没有联络 是的 我们现在在影子里 都一起在等他们 是吗 多谢 我们也上来 郭教练 我想问一问 为什么我们中国十几亿人流 对于这个中球 都不能够踏入这个世界杯的世界水平呢 反而好像东南亚 韩国 日本 在过去这段时间都很蓬勃 你是什么高兴的问题 我刚才最后 比较简短的就是 国内的发展现在很蓬勃 投入很多资金下去 他们就说 他们那些是短期得到的结果 我们觉得 成功的足球的国家 他们主要不是说人口的问题 应该是说 他认识足球的理念 那个理念 他认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 最少人口 冰岛 在去年 欧洲国家杯里面 是可以赢了英格兰 在瘦克兰的时候 他国家只有三十多万人口 但是他们的足球 为什么会那么蓬勃 那么好呢 因为他们在里面的培份 所有教练都会去到A级的教练 而他的球员很多次 不是在欧洲打过 而是在欧洲打过 所以变成在外面的学习 但是现在中国 很多球员都很有能力去欧洲打的 但是他不想去 他不用去 为什么呢 我也是在欧洲打过很多钱 一个恒大本身的足球员 七百万一年 他为什么要去澳洲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日本南韩的球员都会去澳洲打的 希望能够去到最高水平 如果我搞经济 搞到金融的 我就去纽约 是吧 就是 那里才聚光的人在那里 那里 欧洲就是那五大林区 就是聚光的人留在那里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钱 我不需要去那里 就是只有二十几个球员打得 但是没有其他竞争上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说 广东省为什么只有一队打全民会 就算广州可能有一队 但是也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城市里面 广东省有九千多亿的人口 但是怎么可能只有一队的球队 去参加全民会的比赛呢 在国家中的组织来说 我有十几个省 有十几队 我可以挑选国家都可以 就是他的想法是这样 还有他们的眼光是很短视的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 留在足球的那个项目里那么长 他们是官员跳过来 四年 八年他们走的 就是他们的目标不是一场 所以我们说中国怎么可以 我们现在希望在右下路方面 过滚给他参与 那条线可以直上的 不是三个人的 是直上给他机会的 多一些竞争 不是那些聪明的 就是没有人去超线得他 所以整个气氛 那条线的理念 我们缺乏一样 现在开始 因为将那个下路足球给了教育局 希望现在他培训一些人 去培训一些老师 去培训多些球员出来打 那再看十年二十年 不是看三年的时候 我们看小岳那群球员 十年之后 他们能否做到那个工作 如果中国在国务院的五十九项里面 有一项是讲主办世界杯 另外一项是我们的世界冠军 OK 什么时候他没有讲 但是我们想主办世界杯 最快都要二零三零年 最快 但是那年也未必可以 就要二零三四年 二零三四 就是到现在 是有十七年的时间 现在十七年时间 那些是十岁的小朋友 是打十七年之后的赛事 那我们怎么培训这班人 怎么上去呢 我们一定要长远去看法 才可以有机会 跟高水平的国家去竞争 哥斯特连加四百万人口 哈利尼亚四百万人口 人家打进去全白世界 因为那个气氛 那个传统 那个理念 我们都可以培讀 多谢 多谢郭教练 今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多谢郭伟的来 多谢郭伟的来 好谢 谢谢 深说 然后 我们公司又给了个机会 大家分享 出现有机会 出去予有机会 出去予有机会 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 国民教育 香港故事系列 就会是十月份的 在中央讨书馆